因为辣椒传进中国是 辣椒是北美 当然它不是我们中国的 对 所以在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 湖南并没有辣椒 最开始有个辣椒 它是盆栽 观赏 花卉 传到中国以后 最开始不是吃的 所以那1492年就已经是明朝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曾经有人争论 第一个从盆里 就是这个盆栽 栽一颗辣椒它开花 很漂亮的小果 吃下来 他们有人说是四川人 正好跟我们说的中国历史契合 就是说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 辣椒传入中国是明朝了 一期二年了 那就已经明朝的前中叶开始 按你说的刚开始不吃 后来开始吃 那就明朝中叶以后了 但是湖南跳上中国历史舞台 也差不多就那时候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 不吃辣椒就不算闹革命 然后你越在这里生活 你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了解中国近代史 如果把湖南人抽离了以后 中国近代史几乎坍坍 没有了 那么我们就要来评估计算是什么意思的呢 也就要看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先来评伦 如果我们想要评伦 就能评伦